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 我是小方 这里就是娱乐秀 吃得下 睡得着 身体棒棒哒 就可以充分地享受生活了 不是吗 下面就让我们进入 欢乐的休闲的娱乐秀节目 今天我们关注到近年来 比较流行那种复古的素颜黑白照 因为是黑白的嘛 所以就比较突出人脸的轮廓 化媒化妆没有那么重要 演员王一玲 最近在微博中分享了一组 她的最新黑白氛围感的写真大片 照片中眼神坚定 充满了故事感 然后利用光影交错的那种感觉 演绎别样的魅力 抹去了色彩的修饰 也别有一番风味 因为照片中每个眼神和布景 就充满了满满的故事 简简单单的黑白照 也能勾起人们无限的回忆 我觉得每个人都能拍出 属于自己的一部戏来 迪丽热巴在社交平台 也分享了一组美图 身穿绿色衬衫 黑色长裙 红色的发箍 哇 显得活泼俏皮 就是很随意的那种 不是打扮得很隆重的那种装扮 韩国演员韩素希 现身在仁川机场 他离开前去参加 就是嘎那电影节 身穿黑色吊带 给大家展示了一个健康漂亮的状态 张天爱也在嘎那 释放了一组写真图 身穿一袭金色长裙 在嘎那的夜晚的街头 松弛感满满 还有那种灯影的交错 威风下 尽显华丽 又轻松的绝美气质 而在第77届 嘎那电影节 郑宝瑞 张爱佳 古天乐 刘俊谦 还有赛米尔哈迪达 等等都出席了 香港之夜 这个活动 之后又举行了 午夜展映单元的影片 《九龙城寨之围城》的首映红毯 导演郑宝瑞 主演古天乐 林峰 刘俊谦 胡子彤 张文杰 都亮相在红毯 这部影片 不仅深刻描绘了 黑帮世界的纷乱与正义 更细腻地展现了 《九龙城寨》 这个特殊社会背景下的 人情冷暖和复杂情感 在暴力中 谱写了男人的浪漫和羁绊 电影也传承了 香港电影所独有的血性和情怀 这部影片 在五一档的时候 已经在国内上映了 累计票房目前达到4.99亿元 然后5月16号 在嘎那电影节放映 9月4号 也开始登陆法国院线 而同时 备受关注的电影《大都会》 在嘎那举行了首映红毯 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布拉 还有主演亚当·德莱福 纳塔利·伊曼纽尔 奥布瑞·普拉扎等有出席 电影《大都会》的剧本 是创作于1980年代 故事设定在纽约 讲述一名建筑师 企图在这座城市 创造一个乌托邦 但这个企图被市长强烈反对 拍摄本片也是大导演 科布拉多年的夙愿 据说为了给影片筹集到资金 他甚至卖掉了自己的酒庄 为影片注资 目前的制作成本 已经超过了1亿美元 但是据最新的一些消息 就是当天在嘎纳首映之后 评价分为两极 好评者呢 对科布拉天马行空 挥洒自如的叙事风格 大家赞赏 但差评者则认为 本篇毫不节制 混乱不堪 说教感 非常的浓重 在荧幕场刊中 拿到了四分制里面的 2.1分 一个中等偏下的评分 目前烂番茄新鲜度 还不到50% 估计大部分的媒体 都没有看懂 娱乐秀继续来关注 音乐圈的消息 这边又快到周末了 5月17号 歌手2024的第二期上线了 瞬间也占据了榜单的 最高热度 两位双接榜歌手 分别是 杭盖乐队和黄轩 也是因为 第一期的热度太高 加上第一批的 接榜歌手加入 直接把很多观众 网友的期待值都拉满 但不知道 是不是物极必反 第二期的节目 直接就是来了个大翻车 有人就说 第一个出场的歌手 湘提莫 这个节目组的设备 听上去好像很不对劲 伴奏的声音很杂 人声很轻 然后整体现场的收音 似乎也有问题 就是技术方面的 然后第二就是发现 每首歌曲的编曲都很乱 没有灵活运用好乐器 整个听上去乱七八糟 然后还有第二期排名 第五的汪苏龙 被部分网友吐槽唱得太难听了 而且他选的这首歌 他唱起来有点吃力 中间还加了一段对白 觉得好尬 总的来说就是第二期的歌手表现 还不如第一期呢 最后的排名 变化也不是很大 所以希望下一期 在歌曲的选择编排 还有设备上 技术方面能用点心 毕竟已经是用直播 赢得了不少的观众流量了 而这边5月16号 第35届的金曲奖提名名单 也公布了 杨乃文 孙盛熙 9M88 苏运营 还有袁雅维 将共同角逐最佳华语女歌手奖 许军 林俊杰 Mars23MC Hot Dog 热狗和 求德 将角逐最佳华语男歌手奖 提名公布后 林俊杰发文 表示感谢 说谢谢评审 也谢谢我音乐世界里的团队和家人 让这张20周年的作品如此有意义 据了解最终的颁奖典礼 将于6月29号晚 在台北小巨蛋举行 这次的提名名单当中 最大赢家是杨乃文的那张 Flow专辑 专辑入围八项领跑 包括有年度专辑奖 年度歌曲奖 最佳华语专辑奖 最佳华语女歌手奖 等一些重磅的奖项 紧随其后的是入围七项的 内地歌手许军的七代集 草东没有派对的瓦盒 以及囚德的同名专辑都入围六项奖项 也是非常不错的 在这里我们推荐歌曲就是来自囚德 在2019年的时候所创作的一首歌曲 颁奖的时候我要缺席 在我眼中他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位歌手 好了 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秀娱乐 这里是娱乐秀 舞步进行 红炭烟行 全罗色猪片 谋杀飞铃 天字注定 三番打拼 烟藏在墨镜 玄秘本领 他和他的秀场 万面有谁决定 变恨紫色 冰冰和白 青蓝 你俗识 回头收场 华丽碰撞 全心 我这 素颜惹人同情 成人世界规则太复杂 半真假 白热化 参与这场经济的游戏 得到天明 皆大欢喜 结局别太意外 让我受宠若惊 谁在之处 眼泪更浮夸 提炎派 你书家 半场电影 能不能缺席 让我独自跳 雨 总是不善言语 无字表达感情 侧耳倾听 答案毕竟 忽然间暂停 天被供应 踏过她的秀场 断面有谁决定 你认识谁的命运 拒绝到掉纵迷 失落的战场 逼谁跟谁命运 活着有黑马的幸运 陈日世界塞着太复杂 盘真假 百热化 钻与这场经济的游戏 得到天明皆大欢喜 结局别太意外 让我受宠若惊 谁在之处 眼泪更浮夸 提炎派 艺术家 半场的时候 我要全席 让我回到创作背景 旧首歌曲 简单享受着热情 炸年华的热情 把工作穿越远离 输赢 成功学的抗影 每一个人 每种天分 自无声怀来 平板一种价值 漠实话 不相同 不好吗 我会变着荆棘的规观 假面我们自由天心 微笑拥抱 我手代替 躲去 将你 还在坠处 让我们更浮夸 飘够 影 快爆发 几球 几乎 流畅 广告 行为 莫乘 终于高潮 等你宣布 同一时风 我已转身 去旷野的旅程 非常新鲜的娱乐资讯 非常八卦的明星艺人 非常好听的流行歌曲 敬请每日关注 美国中文电台 娱乐秀 欢迎回来 娱乐继续秀 这里依然是AM1450 美国中文电台 我是小芳 接下来看 就是在北美院线期间 要上映的几部片子 首先两部跟速度有关的 这部由约瑟夫 科辛斯基 布拉德·匹特 戴姆森 伊德瑞斯 等等来主演的 F1赛车体材的电影 顶点 目前定档是6月27号 将登陆北美院线 进行两星期的 IMAX的放映 影片故事讲述 布拉德·匹特 饰演的退役赛车手 重返时速超过 350公里的赛道 而且要和一位 F1的新手交锋 不仅要面对 肾上腺素飙升的 极限挑战 还要面对年龄 和世代差距的 双重压力 这也是一个 挑战自我的历程 此前这部影片 也受到编剧 好莱坞影院员 大罢工的影响 而停拍过 后来又因为 加入实拍镜头 预算从1.3亿 飙升到将近3亿美元 七届F1世界冠军 刘伊斯 汉米尔顿 和布拉德·匹特的 Plan B 一起来制片 不过目前 该片还没有 定下来片名 刚才我说的顶点 只是一个 暂时的名字 所以不知道 等会上映的时候 会是什么样的题目 另外一部电影 摩托骑士 也发布了 汤老师 汤姆哈迪 以及表舅 奥斯丁巴特勒 和朱迪科默的 橘色海报 摩托骑士 是改编自 丹尼·莱昂 1967年出版的 一部新闻摄影集 摩托党 这部作品 被誉为半个世纪以来 最重要的 济世摄影集 影片讲述一名 乐战老兵 回到旧金山后 成为加州 最臭名昭著的 摩托车俱乐部的领袖 他们的生活 围绕着摩托车 以及帮派斗殴 恋爱来展开 而随着时间推移 这个俱乐部 逐渐演变成一个 射黑帮派 演员方面 麦克尔·山农 波伊德·霍布鲁克 达蒙·海瑞曼 等也有加盟出演 影片将于6月21号 在美国上映 而昨天我看到了 改编自 畅销全球 现象级小说的 一部电影 《爱情到此为止》的 一支正式预告 而且是全球释放的 曾经在大热美剧 绯闻女孩当中 有过亮眼表现的 布雷克·莱弗利 在本片中 会突破以往的 荧幕形象 塑造一位 沉溺在 有毒爱情中 而最终要做出 艰难选择的女性 预告中 我们看到 女主 莉莉·布鲁姆 克服了童年创伤 在波士顿 展开她的新生活 并且踏上了 创业之力 机缘巧合下 她遇到了 富有魅力的 神经外科医生 莱尔·金凯德 两人激情迸发 迅速坠入爱河 但是随着这段 甜蜜关系的深入 莱尔逐渐暴露出 她不为人知的一面 而这也让莉莉 回忆起童年时 父母之间的阴霾 也揭开了这段 灿烂爱情之下的 一片狼藉 后来莉莉意识到 她必须依靠 自己的力量 逃离这段 有毒的爱情关系 在预告片的最后 影片为莉莉 同时也为观众 抛出了疑问 是坚持下去更难 还是放手更难 她将要面对的 不仅是在爱情中的骤变 更是要在现在 与未来之间 做出选择 要么我们被往事击败 或者我们先做出改变 爱情到此为止 也是首部改编自畅销书作家 柯林胡福作品的 大一幕电影 原著叫莉莉的选择 也是畅销全球的 一部现象级小说 故事结构非常巧妙 回忆和现实双线交织 情节也是生动曲折 触动人心 也感动了全球 几十万的读者 曾经摘得2016 Goodreads读者选择奖的 年度爱情小说桂冠 这一部电影 爱情到此为止 是由 贾斯汀·贝尔杜尼来指导 同时也担任男主演 他和布莱克·莱弗利 携手 共同呈现了一段 被蜜糖包裹住的 危险爱情 影片将于8月9号 登陆北美院线 敬请期待哦 危险的爱情 有毒的爱情 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还是请大家去看电影 或者看小说 来了解吧 但其实现实中 的确就存在 拥有健康的人生 就从拥有健康的爱情 开始吧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小方 祝各位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再会 See you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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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不及说的告别 留在了某一天 是最大的亏欠 而昨天说再见 回忆回首说再见 是七岁那一年 一转眼从指尖 流走消失不见 原来小腹是唯一纪念 毕业测试唯一纪念 毕业测试唯一的照片 突然不见 突然不见 谁知时光 我从中 梦中 回不去从前 还来不及感谢 还来不及感谢 多想对你大声说 再见昨天 无论走了有多远 毕业的那一天 是思念的起点 和昨天说再见 回忆回首说再见 谢谢你的出现 是似水流年最美最好 的遇见 Zither Harp 如果放雪路没有终点 篮球赛也不会完结 多余的屋檐不会晴天 我都想了很多遍 如果那个夏天更漫长一点 我们是否能好好告别 说喜欢你的勇气总还差一些 如果说了再见 是否能真的再见 再见昨天 无论走了有多远 毕业的那一天 是思念的起点 和昨天说再见 回忆回首说再见 谢谢你的出现 谢谢你的出现 是似水流年最美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见 昨天 虽然一间心牵远 我常常会想念 有你在的夏天 和昨天说再见 去更辽阔的世界 我期待着明天 在晴空下等你再一次的出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